我们知道自然界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没事吃个饭吧 有敌人抓 好不容易打到个猎物吧 有人抢 胖鹅妹子吧 还突然有个标情大汉和你亲密摔跤 赢多少不要紧 输一次就叽叽了 不过有时候也会因为走业不慎的原因 剩个残血 这叫想办法给自己恢复血量了 可是现实没有血吃 一切都要靠天赋 我们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印象 那就是动物越复杂 再生能力似乎就越差 大体来讲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比如鸟类和哺乳动物 比如说手脚吧 哪怕表皮上也不一定完全复原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 猎磁木种类多个头小 在众多天极压迫下 就出现了赤毛鼠这个另类 背上的毛发一看就是发胶喷多了 子王这个是抵御不了劣势者的 当底人想要咬他们的时候 不但会一咬一嘴毛 还附上真皮一块 看着血泥泥就疼 但只要一个月就能完美复原 不留任何痕迹 科学家在他的耳道上打孔 这可不是耳唇 而是软骨 他们也能复原 一只耳要是有这个能力 也不会那么容易被黑猫警长通缉了 如果说这个能力对赤毛鼠是锦上添花的话 那蝙蝠的再生能力可是救命的 蝙蝠的翅膀破了之后呢 也有一定的飞行能力 伤口很难感染 过一段时间呢 也能再生 就是速度太慢了 五千万年的历史 如果没这个能力 估计早就被淘汰了 爬行动物的再生能力就比较出名了 我们常常听说断尾再生 壁虎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会把尾巴断掉 断掉后还能在路上扭来扭去 为主人吸烟活力 像蛇系的尾巴 空气是轻炼化产品 而手工之力呢 就比较痛苦了 里面是自己增长的脂肪 充电包一丢 以后生存就拿了好几个级别 而且他们的尾巴再生后 里面的骨头是软骨 外观也有色差 断过尾巴的蜥蜴 就像是换过发动机的车 一下子就贬值了不少 马岛的临手工 被带到了直接裸奔 也是可以无痕复原的 虽然我们印象里 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差不多 不过两栖动物之间的再生能力 可是天差地别 普通蛤蟆 青蛙 它的再生能力其实并不优秀 三斤动物就废了 但内部构造还是有些东西的 比如蚕蜀 经常前段有个B4G 如果给它们去世 再属经常 两年之后呢 就变成雌性 实在是随心所欲 一年期的蝌蚪就比较厉害了 卸掉尾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能恢复到完美无缺的状态 而要原始一点的熔原 再生能力可以说是脊椎动物之冠 如果熔原会开车 那么熔原绝对不会害怕车祸 它们的手脚 即使是节肢 也能复原 不会残疾 脊椎也能修复 不会瘫痪 脑壳裂开了 不会流后一整 就连眼珠子心量受伤 也能修复 可以说基本杜绝了 物理性意外伤害 如果我有这个能力 肯定先把技师演织好 虽然我们课本上 鱼类给人的感觉 又比两栖动物原始 但鱼类的再生能力 其实是不如熔原的 不过断个旗 尾巴都问题不大 像斑马鱼 即使心脏切掉一部分 也是没有影响 我们知道心脏是一个整体 切掉一部分 肯定就大出血了 而斑马鱼 能在几秒之内 就止住血 然后在血块外面 生成新的心机 虽然我们的注意力 就像在脊椎动物身上 然而无脊椎动物 才是地球物种多样性的阻力 昆虫则独弹无斗 令我们想不到的是 昆虫的再生能力 并没有特别厉害 像甲虫蝴蝶 一旦残疾 就无法修复了 因为它们的幼年期 是一种大肉虫虫的状态 一旦进入成年期 身体和外骨骼 就再也不会变化 对它们来说 成年就是死亡的倒计时罢了 而蟋蟀 螳螂之类 小兽和成年个体类似 如果断腿 则可以在下次退皮的时候 逐渐恢复 而昆虫 一旦成年 就不能退皮 修复能力自然也就消失了 但是 同为节制动的螃蟹 蜘蛛等 却能不停地退皮 修复断肢 大钱掉了 好小钱子 著名的大波龙 更是离谱 照为人离类来说 寿命无法估量 就是越长越大 最后因为没法退壳 而憋死 成为寿命的奴隶 而昆虫走的 是速生速死的路线 一吹一秋 就是一辈子 卑微的一生 带来的是 总群的长寿 海里获取事物的难度 要比陆地低不上 因为海里 都是赏尾的 立体的 海星这种慢吞吞的动物 就免不了断个腿什么的 海星不但能断腿再生 甚至一刀劈开 能直接剁一个孪生兄弟 很多海星 有五条腿 这个比较重要的算法 叫做腕 这玩意儿可有旋即 翻过来就会发现 就是一群吸盘的底座 吸盘一伸一缩 一个腕也能走 还能长出和勋章一样的 其他四个腕 变成一个新的海星 有时候程序出错 也会不小心 暴露他的骨神本质 海星就更加诡异了 切一刀变两刀 都是小意思 在他身上穿一个铁丝 然后捆起来 过一段时间 就能把铁丝 无伤排出体外 如果遇到劣势者 他们就会表演穿袭 把肠子从杠本里拉出来 对敌方造成减速效果 而自己 只需一两个月 就能恢复正常 而海天牛的策略 就够难琢磨了 赵埃人 是一种海洋附属钢动物 相当于没有壳的海螺 一般海天牛 只能是这类背部平的 赵埃人吃下藻类之后 就能把液力体 储存在自己体内 自己得到太阳能充电的功能 还能偷取藻类的毒素 壳上有动物敢吃它们 又因为长了绿 顺便还有一个伪装效果 有的海天牛 会出现一个行为 那就是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自己把自己的头带下来 老汪精味了 科学家一开始犹豫的玩意 是饱受集中虫的困扰 领悟到肉体的残弱 只有舍弃侧破碎的躯壳 才能迎来飞升 后来发现 即使是该进环境下 也能断头 而用丝线勒住它们的脖子 它们就会断头 所以断头 可能和想要脱困 有一定的关系 那么这个头 是怎么长出一个新的身体的呢 一是在玩意儿头是绿的 能够吸收一部分太阳能 二是在玩意儿的消化道 就跟神经系统似的 马身都是 所以只有头也能即时消化 而剩下的身体 这长不出来一个新的头 蜗虫的代声 可以用随心所欲来形容 一只蜗虫 用马甲的法 剁成好几节 能一下子分成好几个 素手劈开也没问题 太空中把头劈开 一个也能变成两个 尾巴劈开呢 一个也能变成两 甚至还能变成很多个头 好不热闹 只要大约290分之一 都能变成新分身 扭虫 要比蜗虫呀 更加进步一点 大部分再生能力 都不如蜗虫 而一种叫做 解线灵的扭虫 就对科学家说 你若有心 就切我半截身体 然后科学家就不停 切切切切切切切 结果发现 只有二十万分之一 这货也能复原 这并不是因为 它比较原始 而是大家要在 一千多万年前 额外点出来的新技能 而基础再生能力最强的 大家都已经猜到了 是海绵 海绵呢 就是一头细胞 构成的多孔通道 并没有什么 器官组织的分化 因为它身体 每一块的零部件 作用都是一样的 所以有几乎 无限强的再生能力 看看它们 再看看我们自己 一点小磕小碰 就会留下永久的印记 其实在我们的记忆里 有遇含着无穷的潜力 像牺牲小手的心脏 如果受伤 是可以复原的 然后一周之后 它就失去了这种能力 在人类事实上 也发现了类似的案例 一个婴儿在出生时 心脏病发出 心脏留下了疤痕 一年之后 疤痕居然奇迹的消失了 至于悲催的成人 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是肝了 肝脏即使切除一半 也能恢复到正常状态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人类群体 有很多甘地的原因 动物的再生能力 尽管强度不一 但原理 都是借助MRNA 和钙细胞的政治分化 令人想不到的是 掉亡细胞 也参与其中 像科德尾巴的消失 是自主性 程序死亡的结果 也就是细胞掉亡 理论上来说 这相当的死亡 然而细胞掉亡 也能释放信息分子 如细胞因子 生长因子 等促进细胞再生 在发生大量重建的肉体上 细胞掉亡 本来就是相辅相成 密不合分的 而细胞坏死 则是有别于细胞掉亡的 另一种典型方式 当细胞受到意外损伤 细胞剂等其他物质 被释放到体外 就会引发周围组织的炎症 典型的表现状况 就是青春痘 虽然早已过了青春期 但青春还是在我脸上 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经常熬夜做视频 也难免暴斗 最近 我收到了来自品牌方的一款 习母元大麻叶 CBD原液 我查了一下发现 大麻液体体物CBD 它能减少这种皮肤细胞的炎症反应 它能够通过向下调节 和皮肤炎症有关的炎症介质 花生四细酸 和抑制还氧荷酶 COX2的释放 CBD还具有很强的抗质菌 和抗菌活性 其中对包括 耐甲氧细菱基色葡萄菊菌在内的 七种蜿蜒性细菌 具有最强的抑制能力 也就是说 CBD有着突出的抗炎驱动 异菌作用 从源头上减少了涨动作的几率 维护皮肤正常运作 工业蛋黄的应用 从加工到提取 也要有着严格的牌照 这也决定了 CBD抗菌品是有门槛的 习母源为了获得绝佳的CBD原料 直接与云南最大的工业蛋黄重症基地合作 使产品里的CBD纯度高达99.9% 浓度还比国外统领产品高出两倍 价格却只是国外的三分之一 性价比极高 它加了这个产品 还是被天猫小黑和官方认证的高端应用护肤品牌 虚斗抗炎效果确实很不错 评论桌日常护肤也能起到维稳的作用 防止熬夜出状况 这也是我感激这款产品的原因 这款习母源CBD约页 原价259 评论区 限时领取粉丝大额专属优惠件 只需189 就可以获得 这款抗精驱动 我用一下我好的CBD约页 现在下单还多送4毫升 最重要的是 备注龙女 还能送两片三茶花面膜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